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興 港股今天先低後反彈,表現都算不錯 守得到二萬一千點心理關口 我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 耶倫突變英,風險為立升 未講這個題目之前,先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反彈90點,收報21186 成交在假期前,縮到690億 今天港股先低,跌穿過二萬一千點 下午受到外圍回穩的刺激反彈 為何外圍會做好呢? 就是今天的題目,就是耶倫突變英 耶倫在今早早,即星期五,凌晨的時候 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 講話的重點就是 他和FOMC內的政策委員 都是傾向於今年年底之前加息 加息就像鷹派一樣,所以說他突變英 為何突變英呢? 就是上個禮拜,一個禮拜之前 剛剛在議息會議之後 主持的記憶朝上高,他都說 暫時不加息 就是因為要等新興市場,等中國 因為怕新興市場的經濟不行 中國經濟不行 所以就不加息 今天早早的說法就是 維持要加息 年底之前要加息 有個分別在 上個禮拜說不加息 是合格的,不過市場的理解就是 很大劑,經濟不行 所以就避險 令到風險資產全部下跌 怎樣避險化呢? 看看三個月期的票據息 這是美國三個月期的票據息 他說了不加息 就跌到負數 寧願蝕息也好 先避險 來買這些票據 但是今天說完 今年年底會加息 你會看到,票息就彈到零數之上 變回正數 即是說 願意冒一些風險 風險為納提升 除了票據息 反映到這個情況之外 美元對日元都是這樣的 如果日元升 向下就是日元升 如果日元升 就是那些套息交易的錢 平倉 就是風險為納跌 但是今天你會看到 美元對日元上升 即是日元 沽日元,即是套息交易的錢 拿出來投資 看到有些突破 似乎風險為納提升了 美匯指數也反映類似的情況 向上有些突破 剛剛好像有些突破 除了票據息 外匯市場反映之外 股市方面如何 從歐洲股市來看 今天反彈了 2%以上 你看到星期四的時候 跌到雙底 其實挺害怕的 所以今天星期五 在《經濟報》那篇文章 都說 《耶倫法》 講話之前 其實走勢挺差的 你看到好像上破底 不過一說完 就已經是 兩個樣子上去 升2%以上 泛歐洲所有的故事 都是大概升2%以上 美股現在還未開市 不過道指期貨 就升200多點了 超過1% 你看到其實昨晚 去美市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個垂頭 守著萬六點心理關口 現在萬六成為重要心理支持位 現在有個下降軌 預期今晚一開 都應該突破這個下降軌 有機會上去165、167 那些位置 外圍其實現在反映出風險為立提升 中港怎樣呢 內地今日仍然是橫行 偏遠的 跌1.6% 但是不是很差 其實最近都是上下下下下下下 在三千點到三千二百五十點之間 浮浮浮浮浮浮 就沒有什麼方向 所以反映不到 港股今早的確是跟過A股 是跌過的 曾經跌破21,000點心理關口 不過就很快就修復了 所以暫時當它是一個假跌破 上回來之後 下午其實是開市的時候 跟上午收市中間有個裂口 裂口上升 下午一度升到21,300點以上 後市怎麼看呢 如果它能夠重上21,400點這個區域 即是原本的支持現在變成阻力 上得到回上去 那就為之回穩了 那就有機會再向上挑戰 22,000點心理關口 即是大概就是下降鬼所在 最好就是突破8月28日這個高位 這一天的高位 22,424點 這樣就可以擺脫這個弱勢了 好,有沒有這麼理想呢? 我們結算之後就知道了 好,今日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